佛在心中常行慈悲 今天是弥勒佛的圣诞日 你们看看大年初一的日子多好 这一天就是菩萨下来给我们大家加持的时候 所以要多念经 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越是这样的大节日 越要让自己多宵夜 新的一年 你们要学弥勒佛一样 大度容天下 要让自己天天活得像弥勒佛一样 天天笑哈哈 笑口常开 好运自然来 经常笑的人 他的运气会越来越好 师父不骗你们 你天天喜笑颜开 别人都愿意和你接触 你人缘就会越来越好 大家都愿意来帮助你 肯帮助你的人就是你的贵人 你有贵人帮助 你的人生路就会好走很多 有一首歌里面就是这样唱的 朋友多了路好走 如果你整天不开心 天天拉着一张脸 时间长了 人家都不愿意接近你 你就会失去众生缘 你身边没有众生缘 没有人愿意帮助你 你就会感觉自己很孤单 所以你们的人生要怎么走 全部是靠你自己做出来的 你想人缘好 你就要多付出 多帮助别人 好的缘分 善的缘分 贵人缘都是在你无私奉献的时候得到的 我们学佛 学的就是菩萨的慈悲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多给别人希望 给别人希望就是在帮助别人 很多人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最想得到的就是别人给他的帮助 这个帮助可以是物质上的 可以是金钱上的 也可以是精神上的 也可以是心理上的 无论你是用哪种方式 只要你能够帮助他人 你就是在给他新的希望 你就是人间菩萨 你们在无私无我帮助别人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因为你们心中有精神支柱 你们最大的精神支柱 就是心灵净土三大佛 你们每个人这么努力修行 就是心灵净土的三大佛 给了你信心 在修行中 菩萨用不同的妙法 让你们感受到他在帮助你 所以你越来越有信心 这就是菩萨给你的希望 你们听懂了吗 佛在心中 我们每做一件事情 都是在为众生表法 因为我们心中有佛 所以我们心中能生出慈悲心 有慈悲心就会有慈悲的行为 所以你们要经常请佛 常住心中 你心中有佛 你才会想到要广度有缘众生 师父每天讲解法音 给你们大家学习 也是在鼓励你们 师父是借用菩萨的智慧 给你们修行上的希望 师父是用佛法的力量 来穿透你们的心灵 让你们彻底从人间 这个虚幻的世界里醒悟过来 给你们修行 精神的 врем质 但是吃得不容易 小流时 拿来穿透 给你们修行 打来穿透 给我们修行 把关系给你们修行 和我们一起装装 维图 面修行 我 牧 是 八